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金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如果你新闻看得多的话,可能会发现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。 从谈论房地产市场投机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, 到下重注独股市会一泻千里的大空头迈克尔巴瑞, 还有预言经济飓风已经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袭来的世界上最成功的、最受尊敬的房地产投资商巴里斯·腾利斯特都说过这样的话。 因此,70%的美国人都相信经济衰退来势汹汹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现在的形势,我们就好像处在金融风暴的边缘。 如果你打开维基百科上关于经济衰退的列表,你就会发现经济衰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他们听起来是挺唬人的,但其实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。 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,开始慢慢降温是很正常的。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美联储成立之前,美国的经济衰退比现在要频繁得多。 在经过大约两到三年的经济增长之后,盛况空前,之后在下一次扩张之前,经济发展就会明显放缓。 中央银行进入之后,一般就是六年、七年,甚至是八年之后,有一次衰退。 现在破纪录了,已经有十多年,持续的经济扩张了。 美联储利用政策避免衰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极限,所以衰退之势现在差不多,必无可避了。 既然已成事实,那么你要为下一次衰退做什么准备呢? 我们如何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获益? 你怎么样才能确保自己在走出下一个经济衰退的时候,财务上不降反升呢?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。 继续看之前记得要点赞订阅,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话不多说,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 第一,衰退兵临城下,现金流就是头等大势。 手里攥着现金就是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安全网。 一切顺利的时候,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投资像是加密货币,NFT艺术品这类东西。 但是当经济下行的时候,就算再怎么富有的人都会卖掉他们的投资,手里抓更多现金。 我们以沃伦巴菲特为例,他不算什么紧跟潮流的人, 但是很有智慧,主打一个吻。 他会在手里留很多现金,就为了等一个好机会。 那么你能够为衰退做什么准备呢? 首先就从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开始。 就算是很小的花费,长此以往也会累积成不小的开销。 在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的时期, 你省下的每一块钱都可能就你于水火。 到那个时候,商品供应量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涨价, 所以商品价格会进一步水涨船高。 要解决这种情况是要花费时间的, 有的时候甚至要一年甚至更久。 所以你要为之后艰难的经济状况勒紧裤腰带, 牢记一件事就是省钱。 这是你最好的朋友, 试试艰难的时候就别管金融专家说什么了, 反正你就是要智慧地运用你的金钱。 尽管钱路难料, 你的财务稳定还是握在你自己手上的。 第二,投资流动性强的业务。 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, 很多公司都会摇摇欲坠, 有的甚至会直接被踢出局。 你要记得, 员工都要吃喝拉撒, 要养家糊口, 所以开公司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。 回想一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, 那时候即使是通用汽车, 克莱斯勒, 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大公司也一样濒临破产, 需要有更大更稳定的公司或者政府伸出援手才能渡过难关。 所以在你考虑投资的时候, 一定要选择那种钱上比较富裕的公司。 这对他们来说就好像车祸中的安全气囊一样重要。 像是苹果, 微软这样的公司, 手头上的资金总是很多, 他们宁愿看着自己的钱在不断上涨的物价中慢慢贬值, 也不愿在经济衰退时期面对资金流断裂的风险。 仔细看看公司的财务报表, 尤其是着重看看资产负债表, 你就能了解他们有没有充足的资金挺过艰难的日子。 你要记住, 不是所有像苹果那么大的公司都是有那么多现金的。 第三, 经济衰退是一个机会。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创业最糟糕的时机, 但是其实并非如此。 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, 你很难与那些老牌大公司竞争, 但是当形势不好的时候, 大公司都自顾不暇, 初创公司反而会大放异彩。 以WhatsApp为例, 它成立于2009年, 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, 几年后Facebook以让人惊掉下巴的190亿美元收购了它。 现在拥有超过20亿的用户, 价值比当时还高了。 另一个成功案例则是Uber, 也是在2009年创建的, 现在市值接近500亿美元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 像是Pinterest, Winmore, Slack, Square这些。 当然还有比特币,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启发了一个叫做中本聪的人, 他创造了比特币, 并构建了完整的一套体系, 创造了很多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, 之后还涌现出很多加密货币平台, 还有金融危机中差点垮台的特斯拉, 如今已经是汽车行业的头部玩家了, 其他的车企都在拼命挣扎, 而特斯拉却屹立不倒。 危机不但是创业的机会, 这也是促进你事业发展的好时机, 事到艰辛的时候, 在工作中的奋发向上, 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攀爬职业的阶梯。 你看看, 在上次经济危机, 形势严峻的时候, 出现了多少后起之秀就知道了。 第四, 别急着套现。 在一切蓬勃发展的时候, 人们总是很有耐心, 如果你在比特币暴涨之前购买了比特币, 那你就会欣喜地看着自己的资产, 短时间内一路飙升。 但如果遭遇熊市的话, 情况就恰恰相反了。 很多人都会缺乏耐心, 赶着抛售股票, 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。 其实, 要真是世界末日的话, 你还要钱有什么用呢? 当然, 这是玩笑话, 股市挺过了大萧条, 第二次世界大战, 没完没了的衰退, 以及越南和伊拉克战争。 真正赚到钱的人, 要么就是在所有东西崩盘之前卖掉了股票, 要么就是挺过了危机, 等到了股市估目逢春, 在经济扩张的时期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候。 当然, 崩盘之前处理掉所有股票几乎是不可能的, 因为股市变幻莫测, 没有任何人能掐会算, 那么刚好地抓住时机。 在经济衰退时期, 传统的就业市场遇冷, 然而, 以短期合同或自由职业为特征的零工经济, 却往往能蓬勃发展。 你可以通过网络出售你的技能和服务, 充分利用这一日渐形成声势的趋势, 无论你是作家, 平面设计师, 网页开发人员, 还是在其他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, 市场总是有需求的。 顺便说一下, 你不需要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, 只要你真心想在网上赚钱, 就可以先以便宜的价格提供服务, 然后逐步提高价格。 记住, 技能是衰退时期的通行证, 这个时期, 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在努力降本增效, 这时候你不但能趁机赚到钱, 还能实现收入流多样化, 这在经济下行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只要你接受了零工经济这个大趋势, 就可以把你的技能变成一种抗衰退的收入来源, 同时还保持了灵活性和适应性。 在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中, 认真探索像Fivear和Upward这样的自由职业平台, 你就能轻松找到机会。 第六,不要负债。 如果你没有为衰退做好准备的话, 那你可惨了。 当很多人饭都吃不起, 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, 往往就会陷入负债。 如果经济衰退是由金融泡沫或通货膨胀引起的,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这样, 美联储会提高利率来挤出泡沫, 这就意味着在这期间借债的代价将会很高。 2007年在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, 美联储将利率上调到了5.25%。 你想想, 普通消费者借债要承担的利率得有多高? 这就是经济衰退让富人更富, 穷人更穷的原因。 因为穷人的家底很薄, 所以在经济衰退期间, 他们往往要借债度日, 但富人用不着, 不仅如此, 他们还会用手里的现金抓住危机中的机会。 第七, 考虑一下贵金属。 在经济动荡的时期, 要考虑投资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。 在其他投资一降再降的时候, 这些金属往往能保值。 你可以购买真金白银来投资, 或者也可以选择这相关的投资, 比如交易型开放市指数基金, 或者矿业公司的股票。 他们之所以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有吸引力, 就是因为他们有其内在价值。 比如金是稀缺资源, 开采也是需要人力物力的, 所以它本身就具有价值, 并不像其他投资那样依赖经济的潮涨潮落。 人们也会把这当作是一种安全的存钱方式。 当定期投资前途未卜的时候, 很多人都会转而投资金银, 保证自己的财务安全。 而且,金银在全球都是硬通货, 不依赖于单一国家的经济状况, 所以在经济低迷时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那么,你为经济衰退做了什么准备呢? 在下方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, 这里是堆金机遇,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